侯市长为白嘉丽女士 披上了爱心大使的彩带 并且称赞白女士不仅最美丽 也最有爱心 白嘉丽当场就捐出了两幅她的画作 加德利亚兰和蝴蝶兰捐印版画 而和环建设总裁黄正胜 和嘉威会计事务所的张维珍所长 这次也在获得白嘉丽振画以后 当场宣布再各自捐出500万元 以作为老人以及弱势家庭 而少妇女关怀方案使用 侯仪市长表示 平常他们两人就经常捐款 给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作为防疫基金以及老人共餐等 这次更是投入千万 让社会更祥和 白嘉丽小姐 不但是最美丽的主持人 也是最有爱心的主持人 所以她一不容辞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听过我们的谣言 她严厉站出来 希望借着她最有名的话 以及最有爱心的温度 来号召更多人 来关心 继续要被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好热的爱心大平台 今天 光安白嘉丽站出来 我们要谢谢我们 俄文建设的王政胜董事长 以及嘉威会计事务所的张维珍 服务他们各接五百万就接了一千万 所以我们白嘉丽小姐一出来 魅力无求 马上就有一千万的 来帮助我们需要被帮忙的人 我们也更需要号召更多的力量 加入我们爱心大平台 让新北市在很多的面向可以促进社会更祥和 更有爱循环的力量 侯友宜说 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从108年6月开办至今 已经获得了社会各界捐赠善款 11亿2000多万元 物资市值更高达24亿5000多万 累计超过2236万人次受益 像黄正胜总裁以及嘉义同乡张维珍 在疫情期间捐款作为防疫基金 也赞助鼓励老人共餐 让新北市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城市 记者游文宜新北采访报道